基督教要义每日灵修11月22日 第二卷第八章24节 引用经文 我们知道神定义要我们在启示时遵祂的名为圣 我们就当特别谨慎 免得我们的誓言不但没有敬畏神 反而轻慢侮辱贬低祂的圣名 若有人以祂的圣名其假式是极大的侮辱 所以律法称之为亵渎 立位纪十九章十二节 若神的真理被诋毁了 神所存留的还有什么呢 他也将不再是神了 然而当人奉他的圣名其假式 这就是使他被诋毁为支持赞成虚假 使他的真理被诋毁了 所以当约书亚要雅干认罪时 劝他说 我儿我劝你将荣耀归给耶和华以色列的神 约书亚记七章十九节 这即是说 当人以神的名其假式 极度玷污神的名 这也不足为奇 因为当人其假式时 就是以虚假对待神的圣名 就是亏缺神的荣耀 玷污神的圣名 约翰福音中所记载法利赛人所说的 可作为例证 他们所说的就是 犹太人召唤证人来作证时所惯用的 圣经所用的启示表达方式 警告我们小心 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启示 愿神重重地降伐于我 我呼吁神给我的心做见证 这些都表明 当我们启示求神 为我们所说的作证时 即求神见察我们的话 若我们说谎 则求神报应惩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